有朋友想我讲讲关于叛咒 叛咒有什么要做 才可以找你夹琴的那个乐手 才可以帮到他 有什么要做 我可以很容易告诉你 有一二三四五六样东西去做 但是最最重要的就是心态 你的出发点是想做一个好的叛咒 还是好的乐手 如果你问我的话 是没有叛咒这一回事的 你如果以叛咒为目标的话 无论你做得多好也好 你最后是会打个八折 你所做的就是跟着对方 可能你会以为我跟到他 我知道他去哪里 我follow 到他 那就是已经最好了 已经是够了 但是其实在你follow 那一刻开始 你已经是所有谈的东西 或者你的反应 一定是会慢过另一个乐手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想要的是 跟那个乐手一齐 你要记住一首sonata 这首sonata是写给小提琴 和钢琴 并不是写给小提琴 和伴奏 所以 在这个心态上 你们是一起去玩好一首作品 不论它的程度 不论那首歌是一级的曲 也好 还是演奏级 或者什么文憑士的乐曲也好 你们是一起去玩这首歌 可能你们会问 哦 叶少禧 你又不是弹钢琴 那你怎么知道呢 我虽然不是弹钢琴 但是呢 我想回 我现在在orchestra 里面所做的事情 不是 都是有 需要 伴奏的成份吗 譬如 有些soloist 来到弹一首 piano concerto 那乐队不是在做 所谓的伴奏吗 但是 为什么有这么多 拉orchestra的人 他们拉不好呢 因为他们的心态 他们以为自己真的是伴奏 尤其是如果是 你拉咒 second violin 或者viola 很多时候都是要拉一些 c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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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不是 以一个好 出色 以一个握手为目标 以一个好的握手为目标 这些节奏很容易 很容易令你觉得 哦 叶少禧 你现在是一个伴奏 一种是chum c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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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没有生命可言 另一种是 有生命 不但你可以用那种 soloist 他的能量 他的风格 去拉这些东西 你想想想 如果他是弹一些很开心的 乐段 他需要的伴奏是怎样的伴奏呢 到底是 叮唤一声 是很有生气的 是很有动力的 有生气得来是可爱的 如果那个旋律是 譬如莫萨特写的 contato 所以呢 如果你是伴奏的话 或者你和另一个 乐手去玩一首sonata 玩一首contato 你是要 全神贯注 去听他 或者去看他 去留意他做些什么 你要感觉到自己是退后一步 除了你弹 譜上面的音之外 你是知道他在做些什么 不只是知道他有哪个地方坐 他整个拉奏的风格如何 他会不会有些地方是比较紧张 困难的乐段在哪里 他想要多些时间 去拉奏 可能是换把奏 或者有些好听的乐段 他想要多些时间 你知不知道呢 如果要给你一个字 是aware 我觉得aware 这个字 意思不是 时候 不是两个小节 弹完之后 我知道 他两个小节之前 有些地方想快 有些地方想慢 不是两个小节之后 甚至不是三个音之后 如果你要隔几个音 或者你要隔几个小节 你才知道 这个不是aware aware是即时的 如果你在乐团那里 当你是一个钢琴 乐团也有钢琴 你听到soloist 在唱一些乐段 他是很想轻快一点 但是你总是 比他慢 四分一拍 这个绝对 不是aware aware 是要 连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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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应 你不可以分开两部分 我知道他想快一点 但我仍然 都是用我自己的速度 这个不合理 你知道 这一刻 这一秒钟 你听到有这样的东西 你怎样去回应 你怎样反应 你是用多少时间去反应 你如果是用两个小节 用三拍 或者用整个乐段 才有反应 这个其实跟你 aware 是没有分别的 所以 aware 不论你在乐团来说 还是伴奏来说 都是很重要 我可以说 甚至是最重要 除了我们的心态之外 第三样 我觉得重要的是 你要给到 那个 soloist 你要给到 跟你一起玩这首歌的人 信心 所有 你说的 你做的 是要 令他的信心 有增无减 他有信心 他才可以信你 才信得过 你和他一起 可以把这首歌玩得好 他才可以放胆 是毫无顾虑 是将他最好的 是发挥出来 只要他有一分怀疑 或者他不够信心 他就做不到这一件事 我想大多数 可能找到你去伴奏 所谓伴奏的人 可能都是考试 或者是表演 需要一些录影 他们对那首歌 未必有你这么熟 至少在他们练习的时候 他们未必会用钢琴去练 他不知道钢琴发生什么事 他不知道 在拉近这个长音的时候 原来钢琴有这些旋律 他不知道这个长音 我要怎么去听 钢琴的部分 到底我听完这五个音 然后再接下一句 还是听六个音 他又要听钢琴的部分 然后要数自己的拍子 然后数自己的拍子 可能会迟了 迟了他可能知道自己迟了 然后又会冲快 这个是没有信心之下的表现 很少有人是第一次跟钢琴 是可以很自然的 因为不合理的 他们平时练习的时候 都不是跟钢琴一起练习 有什么可能 当他第一次 或者第二次跟钢琴 夾一首歌的时候 他可以将他十成的功力 十成的表现 发挥出来 是不可能的 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 钢琴是不能给到信心 另一个乐器 另一个乐手的话 他只有更多错 一些本来 从来都没有错的地方 反而是错 你要 当跟你一起玩这首歌的人 是 一个 你很重视的人 你是不会被 任何不好的事情 发生在他身上 我不管错的是他 还是我 还是什么 是什么都好 我 一定可以救到他的 你要让对方知道 他可以很放胆 这样去拉 怎样听钢琴 你的钢琴在哪里 全部东西清清楚楚 你哪里 刚才第一二次拉的时候 你是快了 我们现在 逐一逐一 慢慢加快 你应该要听到些什么 你不要被我哪一部分影响 看看做不做到 如果他也是很紧张 很多次他还是很紧张的话 你照样跟他说 你放胆拉 有时候 未必是他不适合 他可能真的超级紧张 那你就要跟他说 不要紧张 你要拘捕 就算你错 你怎样错也好 你不用担心 我绝对跟到你 你一路向前就可以了 我跟你一起 有什么错 我跟你一起 我们是一起的 如果有个人 不停跟你说 你相信我 你无论如何 我都跟到你的 不是跟 你无论如何 我都可以跟你一起 我跟你一起 你要给他一个支持 如果他真的是充的 你跟他一起快 如果你快不到 你不知道他去了哪 是你的问题 绝对是你的问题 他有 他只是 他要背谱 他甚至是一份乐 很多没有他要背谱 但你不是 你除了你自己的部分之外 你看到他的部分 他就算一下子跳来跳去 你应该都要做到 如果你做不到的话 你对手歌不熟 OK 所以你要对手歌很熟 你练的时候 试下 用多几个速度去练 当然要熟了之后 如果他有很多大小的问题 还没得到的话 那你不要用那么多速度 但如果他已经有七八成 七八成基本的东西 可能间不中有些错音 那你就要试下 用不同的速度去练 可能是快一点 可能是慢一点 我自己觉得 多些慢练 是好一点的 可能十次里面 六次 甚至七次是慢练的 然后后面那三次才是其他速度 这样的话 就算当他录影 是 他过一刻紧张 他不会说 忽然间 是 遇到一些 速度 他从来没拉过 是很陌生 他不知道怎么拉 然后就捋过了 OK 我觉得是 清楚很重要 清楚听到自己 拉成什么 无论拉得好 拉得不好 清楚 将那些 将那些 失误放大 如果他都清楚的话 他不会 他不会 他不会怯的 因为呢 当我们录音的时候 当我们考试比赛的时候 我们的感官 比正常 敏锐 都不知多少倍 我们听到 是 很多平时 練習 一个人 听不到的东西 平时放过的东西 在比赛 录音的时候 总是觉得 很大件事 不其然 不停想那些 错的地方 就是因为 练习的时候 没有机会去放大 我想你要 和 那个 乐手 你要让他知道 这个错 不是只是他 大家一起 练好他 就算练不好 100分 练到可不可以 80分 90分 我其实在这里 写了好几个点 有些什么 是不好做 不好做的事情 很多 是 我可以选择几个去说 刚才我们说的 不要跟 你不是follow 你是和他一起 你是要主动的 不要頑固 我也有写 不要頑固 音乐上 没有说是 绝对对的 是没有的 是 你 只是 有什么 效果 好些 我们说 保持速度 保持拍子 你如果 感觉到 那个 乐手 他需要多些时间 你不要坚持 你试一下 第一 二次 你听到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 和他一样 是 用他的拍子 第三点 不要没有反应 不要没有反应 你 你知道这一样东西 你还在 其实我觉得很难的 你听 在我来说 你知道 快了 慢了 你自然就会有反应 因为你 当然不会想 首歌难听 不会想 首歌是散了 所以 是 听到的问题 立即 其实对我来说 是这两件事 是同一样 你不可以说 我听到 然后再第二步 想想 决不决定 没有那么多时间 给你 这是自然 自然反应 好像 你 手碰到热水 你不会想 手 继续碰住 你不会说 我的手现在很热 热水有多少度 我想都应该有 98度 好像有些热 要不要拿走它 你没有这个阶段 你没有这个步骤 你一感觉到热 你就会缩手 然后立刻冲水 是 一秒都不用 立刻去找兵 同一道理 你听到的问题 你怎么会再决定 到底我什么时候给反应呢 当然 你慢的曲 你的反应 就不可以很突然 可以多些时间 甚至 你如果是 就立刻有反应 譬如 我慢的曲 它 有些 再慢了 你不要很突然 去 转那个tempo 看看可不可以 一两个音 去转 但这个也是 一个方法 是你的判断 你是想过 效果如何是好 到底是 立刻转是好 还是 是 两个音 用这两个音 慢慢去 调教速度 另一样 是我在 Orchestra 里面 是 留意到的 是 这个都 挺大问题 是 置身事外 很多人 是置身事外 刚才都好像略略说过 如果你拉 2nd violin 你拉一些 villa 拉一些 harmony 的乐段 好像事不关己 但是 好像 一开始 我们所说 是跟那个心态有关 如果你不着急 你不是以 那个 握手 你不是以整首 曲出来的效果 而 为你的目标 你的着眼点 不是这里 你纯粹是 大家如何对齐 你就很容易 是被自己 置身事外 是很麻木 快 那就快点 是 都一点都不主动 这个置身事外 真的是 是一个 很大的问题 好像 其实我说 置身事外 另一件事就是 你都有一点麻木 你麻木了 可能 我不知道这首歌 你又要跟A 又要够这首歌 跟B又够这首歌 你都不止彈到多少百万次 跟着 都是这样的 你会不会想多一步 总会 每人彈的 每个 乐手 他的风格 有些不同 你可不可以根据这一件事 不同的 你去 好像一首新的歌 例如我们 Bethaven Fifth Symphony 第五 命运交响曲 很多交响曲 都已经拉过 都不知 多少年了 但是 你不 你不可以自身事外 你不可以用回 一样的风格 去拉 或者你至少 你见到 这个就是我所说 你是否知道 反应如何 你见到指揮 他想把这首 Ana Clannanat Music 是玩得轻快一点的 或者比较像 是 从前的风格 就是不要那么多 vibrato 要多很多phrasing 要很强调大小声的对比 你听 看到他的手势 你会不会 无动于衷呢 你会不会看呢 我们在Orchestra 有一个很重要 其实 对Pianist 来说也很重要 就是 眼 去看 你要主动去看 有时候 在La Orchestra的人 尤其是 吹Wins 吹Bras 打Percussion 有些乐手 他们给很多借口自己 是 我听不到 我听不到 那个Fowling Slide 我听不到 我听不到 哪个声报 你听不到 你总能够看到 是不是 不行 因为前面的人挡住 我讲个故事 给大家听 在我最初进去 乐团的 头几年 嗯 乐团是有一些 很高的乐手 差不多六尺 差不多六尺 六尺一 我不是很高的 但是我呢 坐的位置 可能是 第一个 第四 有时候是 第五个Desk 那些高的乐手 就坐在我前面 指挥的距离 跟我很远 那我怎么办呢 我试过有两个 都是好像六尺 这样的 身高的人 坐在我前面 那我要看谱 前面又有 两个这样的人 对 两个这样的人 一边看指挥 指挥又不会说 那个Q是很明显的 很清楚的 他又不会说 真是去看 整个Section 都看到了 他又不会这样 那怎么办呢 两样东西 我可以呢 哦 那我就跟着 我follow大家 我肯定不会拉错 我follow大家 至少错呢 是别人听不到 乐团呢 有经常有人说 千万不要突声 这个简直是不知所谓 呃 我希望有机会再说一下 突声这一样东西 但是 那我怎么办呢 我坐在第五个Desk 那我就要 转转转转去找 自己调置 自己挖在那张椅子上 我宁愿一只看这边 一只看抱 另外 可能右眼的一半 分一半去看指挥 我不是开玩笑的 其实我是开玩笑的 那实际是怎么办呢 其实是放松眼神 你不要集中在某一点上 就是你要放松 你要以眼观四方 你要知道眼尾 是看到什么 那是不是一件很容易做的事 绝对不是 但是 你不主动地去做 是拘捕不好的 很被动地拘捕 有什么意思呢 就算你不突声 你不会被人吵 突声 但是这样拘捕有什么意思呢 很多乐手 他们有一个错误的观点 观念 可能他们听到我这番话 他们会不同意的 叶小熙怎么可以这样拘捕 拉Orchestra 跟拉Solo 都不同的 错 我跟你说是错 错到不得了 你是一个好的乐手 你的态度是不分 是Soloist 还是Orchestra 还是玩 大家Duet 还是钢琴 和小提琴 二重奏 是没有这个去分的 是很主动的 为什么你拉Solo 的时候你会这么主动 为什么你拉起一个Quartet 你做First Violin 的时候这么主动 但是为什么你去了 Second Violin 去了Viola 或者拉Orchestra 坐最后的Desk 的Inside的时候 你就会 失缩一角 不要枪打出头了 为什么你会这样做的呢 你会主动去哪里 为什么你拉Solo 的时候你不是这样拉呢 你觉得这样拉出来的效果好吗 你想想如果整个Session 的人都好像你这样拉法 只得坐头一个Desk 就是Session 的Session 是很主动的 全部人就是 很Passive 是很被动 很害怕错 用这个方法 用这个心态去拉 你觉得出来的效果好吗 如果你觉得出来的效果 不会好 为什么又会这样拉 为什么你不是好像平时Solo 那样 所谓Solo 其实只是你有多重视那首歌 我所做的事就是 因为我看到谱上面的Dynamics 我只是强调它 没有理由 那份谱写着Forte 你不是拉Forte的 没有理由 那份谱写着Metal Piano 你拉Piano 不行的 很过分的 什么 令那个Contrast 增强有错吗 你有听过 观众或者指挥跟你说 不要 太多Contrast 太大了 我喜欢闷一点 我喜欢Contrast少一点 我喜欢Range少一点 我喜欢不要太多Phrasing 我喜欢讲话普通一点 你有听过人这样的吗 你自己喜欢听这些歌吗 不会的 那为什么 当你和其他人一起去玩的时候 玩音乐的时候 为什么你不是做一样东西 为什么你不会以Contrast的目标 以Contrast的目标 以Range为目标 以音色的变化为目标 为什么你不会这样做呢 所有的音乐都是回到第一点 就是心态的问题 有很多人不懂得拉 或者有很多人懂得拉Solo 但是呢 叫他拉2nd violin 或者是一个Orchestra 里面 做一些所谓不是主角的位置的时候 他就立即是消失了 平时他拉Augustra 坐首席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很大声 要全部人都听到他 明明应该准时落 他就要迟半拍 他要让你听到我迟些 我是不喜欢和指挥在一起 我是要迟过你指挥 你以为你指挥 你说叫我这一秒钟落 我就要这一秒钟落 我喜欢等百分之一秒 你又捱我不和 我喜欢长 我又比其他人长一点 分譜明明写 分譜明明写一个半拍 我喜欢半拍多一点 我喜欢让别人听到我的音的尾 我肯定你不会用这种 态度去拉你的Solo 其实你想一件事出来 你想一首歌出来有多好听 你自然知道应该要做些什么 你都不会去想 到底我是不是伴奏 你都不会去想 跟你一起玩这一首歌的那个人 是小朋友 中学生 还是大人学生 你想到的程度 他只是摄一把位 另外一个 他已经拉到Pacadini 不知几首 他已经可以背到 整首Brams 整首Brams的工作人员是可以背的 是可以以三倍的速度去拉 拉的全部是完美无限 你都不会去想这些东西 到最后就是那首歌出来 是那首歌 不是你 你是一点都不重要的 是那首歌 和可能跟你一起玩这首歌的人 是他们才重要 你不要把自己放到那么大 我希望看这条片的朋友 尝试一下 将我所说的东西 应用起你的Chamber Music 你自己的Solo 或者你的Art Orchestra 或者是其他工作 有很多人 自己不尽力 他都未必想别人尽力的 我想 你立刻可以想到 你生活中 或者你工作上的例子 不是说你的上司 或者是你的上级 他们一定做的事情给你好 他们做的事情不好 之余 他还不想人做得很好 但是 如果 你是想整件事出来 是 效果是好的话 就算 有些这样的人 有些这样的看法 你都不会被他影响的 你不是为他们而做 你为自己 你是为整件事出来的效果而做 如果他们不喜欢就有他 但是 在我来说 我不可以 给自己 是 我不可以给自己 有这么多的标准 Line Orchestra 就一个 Line Chanty Music 又另一个 在Augustra Line First Violin 又一个 在Augustra Line Second Violin 又另一个 坐前又一个 坐后一个 坐中间又一个 Line Viola又另一个 是没有这回事的 我好像也没有说过 一些什么 确实是 叛咒有些很实在的事情 但是我想 其实那些方法 你和我都知道的 如果他 练习的时候 不清楚有什么问题 那你当然放慢一点去练习 知道问题所在 那是不是练习多 十次 练习多八次 理论上应该一次比一次好 如果都不好的话 那你可能就知道 那个乐手 他那个 程度 或者那个 机能的所限 做不到 那你就尽量 但是 我希望大家 有两件事 要记住 而这两件事 是不单止 对你 玩音乐是有用的 是对你做其他事 也是有用的 其实是和人相处 你要做一个 体贴的人 第二 也不要忘记 你的真性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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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